你好,我是主播陈湘怡 带您来关心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以及高雄的消息 新闻开始看到就是108克纲新型的学测上午初登场 第一颗考的题目就是数A 考生认为今年题目需要多次阅读理解 有很多生活化的类型 还有像是疫情、阳性感染率等等的计算 其实去年数学就曾被誉为是史上最难 但没想到今年又更难 也让不少人是哀嚎一片 人手183 111年大学入学测验登场 伴随着雨天但考生入场不受影响 我们开了四列 也就是四个路线可以让考生来进入校园 那今天早上呢 我在楼上往下看 都完全都没有塞车的一个状况 那考生很迅速的就进到考场里面来 准备今天的考试 进入考场 学生口罩戴紧紧 今年同样因应疫情不开放家长陪考 而108课纲学测出登场 第一天上午率先考的科目是数A 全国有约7成8.1万人报考 共20题 考试结束 学生稍微缓解紧张情绪 但也普遍认为考题偏难 我从100年的历届试题写到去年的历届试题 前面都是还蛮容易写的 不过到去年就是难度很明显的提升 那我觉得今年的题目跟去年的难度是不相上下的 它会出一些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提醒 像是有综合了手机游戏里面的抽卡元素这样子 然后题目也非常活 就是也 它会把一些考点藏在比较深的地方 就是让 要多加去推销才能知道 不只是计算量庞大 融合型课纲考题灵活 更需要多次阅读思考才能理解 时事题则出现疫情阳性感染率靠条件几率 至于新上路的混合题型考题也很新鲜 就是它要你在一个做报评论上画出一个面积的范围 然后再加上计算 就是这就是比较新的题型 108课纲新型学测上路 树A首登场就被堪称史上最难 学生哀嚎一片 但也只能先静下心来继续应对 接下来两天的考试